本章我们学习了图形的变换操作 那么首先我们学习使用save和restore函数来保存并且恢复当前的converse绘图的状态 那么有了save和restore这两种方法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方便的来进行图形的变换操作 同时维持整个converse绘图环境的安全性 之后我们从三个最基础的图形变换入手讲解了图形变换的概念 它们分别是translate位移操作rotate旋转操作和scale缩放操作 在这之后我们更加深入一步研究了什么叫做变换矩阵 同时介绍了converse提供的transform和settransform两个设置变换矩阵的函数 对于变换矩阵具体的数学推导我们没有深入的讲解 如果有兴趣的东西可以找来图形学相关的图书来阅读学习 变换操作是图形学相关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图形绘制的过程中也是经常使用的一项功能 希望大家能够多实践多练习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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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